悶心期待,揭開聖誕倒數月曆 收到不滿意的貨品可能會大受打擊 如果其中一格什麼都沒有,大家有什麼反應呢? 荷蘭一家朱古力公司的倒數月曆 在8號那格就什麼都沒有 大批消費者當日就湧上公司的社交媒體投訴 說個空格整陷了子女 公司當日在官網解釋 空格並不是失誤 而是故意不放任何朱古力 希望借這個空格,說回朱古力產業不公平的現況 公司指出,現在全球兩大的可可豆出口國 西非國家加納和科特迪亞 由於可可豆的價格太平 仍然有至少156萬的同工非法做事 更差的是,有近3萬的大人和小孩被強迫勞動 公司不能夠肆虐無睹 希望借這個空格引起討論帶來改變 而家長的反應就兩極 有些認為課不對版 明明有很多其他方法宣揚信息 不一定要用街折禮盒 但也都有人欣賞公司的心思換起關注 是介入到小朋友公平和平等的好方法 朱古力公司就預告在第二天的9號和平安夜24號的格 都會多一顆朱古力作為彌補 但同時為個格帶來困惑 或者令到小朋友失望自怯 這間朱古力公司的創辦人是一個荷蘭記者 他在2002年開始調查可可豆產業的剝削問題 在2005年決心自己生產朱古力 確保無剝削和童工 亦都直接與西非當地的農民合作 有線電視的謝倫律三報道